大家好 我是阿邦 如果要喝東西的話 這期應該是喝咖啡 因為為了這個talk show 很努力地去想一些稿 都是喝杯咖啡 先醒醒神 先醒醒 逢星期三想解的Shall We Talk 請來Bob 林勝斌聊天 他12月會開動篤笑The Bob Father 2021 到時他會分享自己的正面人生態度 他形容自己是斜棟中年 有很多身份 當年由新城DJ做到大台綜藝主持 拍劇 金牌司儀 開公司 工作越做越好 家庭亦都越來越多人 和太太結婚14年 有三個女兒一個兒子 由旺角搬到九龍堂四層高的獨立屋 這位正能量大男人 當年因為家裡欠債都捱過 多年來一直成長 就是由他與臭未乾的年代講起 小時候不是鬼頭Bob 小時候都是形仔Bob 有些頭髮 我年輕的時候 我曾經拍照片 我小時候像張國榮一樣 去到中學的時候 是杜拉格斯的髮型 中間鑊闊成杜拉格斯的樣子 去到中四還是怎樣 突然開始肥一點 肥一點 杜拉格斯的樣子很想打爆他 然後就開始剪短頭髮 然後越剪越短 然後讀完中學大學的時候 再剪短一點 到現在近幾年 我直接用跑去 不用那些什麼3mm、6mm那些 拔掉了 直接剪短 即是剪短頭 之後去到近兩三年 再誇張一點 就不是用剪短頭髮的剪短 用鬚跑 再乾淨一點 因為我喜歡了現在這些狀態 又不用管頭髮是怎樣 但有一件事是吃虧的 我現在矮了別人兩寸 我由中一至中五 都比較想欺負伯伯 在學校我未去到Bully人 但在學校自己有十幾個 大家一起走 可能有人打排球 大家踢走他 即是那些壞款 但這種性格 去到中六、中七 就知道不行了 因為一入中六的時候 因為我中一至中五 在英王 中六的時候 去了一間我從來沒有聽過的中學 香港仔工業學校 一進去不久 就已經 他們那些地頭蟲 即是你猛虎 你英王是猛虎 你都是苦樂 就被怨欺 真的被怨欺了 接著他們有一班人 就已經跟他眼睛超 然後有一次在廁所上 就發生了一些 少少的衝突 即是在那裡打 好像 那些新樓盤 那些地產 那些有什麼意思 總之上了一個很嚴厲的 體能訓練 接著隔了兩天 就已經在門口 有人等我放學 就已經拘捕我去後巷 被人打了劑 那次便知道 其實真的不可以這樣 人和善了 樣子突然變了 真的 以前的樣子 經常都在那裡 在那裡生氣 中六可以多笑一些 因為你要笑容 去化解一些紛爭 挺有趣的 就是化敵為友 那段時間 就是打我 或者和我吵架 那些人 到現在 其中有一個 就變成有朋友 他還要是這次我討論 其中一個主辦 和贊助單位 是可以這樣 那你教父也是 教父也是 教父也有句說話 就是 close to your friend 但是anime close 就是 朋友要親 敵人要更親近 去到我入到中六、中七 或者大學 那段時間 九七之後 已經是很嚴重 那時候 已經是爸爸出來 已經要去駕駛的士 我媽媽去了便利店打工 那怎樣應恆你 因為你爸爸 那時候因為生意差 欠了一百萬 不止 我想前前後後 可能是再再多些 幸好當時有他身邊 有家人 又有朋友等等 去支持 入大學的時候 沒有錢交學費 唯有去申請 那些grant loan grant loan也申請不到 因為家製生意 有很多收入也不穩定 所以申請不到 甚至你當時的家裏 可能欠別人很多錢 沒有 那便要申請 那些 non-mean 甚麼是 non-mean 即是免入息審查 那些息很貴 一畢業便已經 揹著生債 但我不想 我的弟弟 可能有一天要面對 家裏可能沒有飯 開 家裏可能連租都交不到 我不想他們擔心這件事 所以我也很努力去 去維持家裏一個 舒適和安樂的生活 大學 大學 我三年的時候 有一個全港大專聯校歌唱比賽 很大型的 八家裏 每家裏都派最擅長的歌 出來去唱歌唱比賽 一個贏的 樂神歌后 我製造歌唱比賽 是MC 在現場我 還有一個科大的同學 另外再加了兩個電台DJ 就是小芝和另一個叫盧盧 做完之後 陳小芝便說 可以的 有興趣做電台嗎 當然有 當然有 好玩 電台現在 節目部便沒有位置 即是計劃 但銀行有位置 我決定進去電台 由銀行開始製造 多少錢 七千元抵薪 我也覺得很厲害 銀行客人有些技巧 我拿起電話電話給客人 簡直是說到 旁邊左右的同事 欣賞 我會演繹給他們聽 我會說 陳先生 你知道嗎 你在我們電台播放廣告的話 你的廣告會怎樣 你聽著 我便扮演DJ 錄音給他們聽 例如你一個排毒王 ABC排毒王 我便扮演 ABC排毒王 我提醒你 現在時間是多少 好像人們在聽做節目 人家又很想 很有畫面 如果我開車聽三機 聽到我ABC排毒王 有這樣的廣告 他們的意欲便會高很多 所以你有幾千元抵薪 都挺皮膚的 那時畢業 做了九個月 單走的時候 都四五皮膚 二十二三歲 但Bob更想做DJ 後來經節目部的上司 朱明睿提葵 終於轉到咪前 但月薪便打回原形 過了去做PA 由四五皮膚 變成八千元 但我跟自己說 我今天賺八千元 我終有一天賺八萬 終有一天賺八十萬元 應該是一三年 當時應該是 我有機會做到電視 電台又繼續做 外面又開始有更多外面工作 可以保持到一個挺好的收入 有八萬元嗎 有 賺到八萬元的時候 你如何慶祝 買了兩隻錶給父母 我不知有否跟你說過 當時 家中最不好的環境 有一次我問我父母 他們經常會帶一隻錶 有一隻錶是最舊的 五環 Dajust 銀色的 鋼 我倆都有 然後我問 那些錶呢 他說 賣了 那些錶 不是怎樣吃飯 不是怎樣養家 即是很輕描淡 到這件事 可能就在我腦海裡 到那時候 真的由八千元到有機會 八萬元 應該是 我忘記了 是2011年 第一次真的有機會出到 八萬元兩 很開心 的時候 就是 去了錶店 買了兩隻 這些舊款的錶 有一次吃飯的時候 我還記得 在我家裡 以前住第二階 在第一階 街市的熟食中心 我老婆和大女兒 再加上我父母 再加上我弟弟 吃飯 然後我拿出來送給他們 很開心 當然他帶著的時候 就說 不用買這些東西 很貴 然後就擦 很棒 我覺得是人的進步 而且 因為家裡多了人 我覺得 以前經常想 人一輩子就是一輩子 其實我又不是花很多錢 在其他地方 我又沒有特別嘗試 我又沒有草模型 玩音響 玩相機 我自己 就覺得花很多錢 在我家裡 我想 家裡 住得開心 開心一點 自然有更多空間 我們可以走來走去 他們可以 每人有間房 類似可以做到這樣的狀態 當然我家裡真的很多人 由我有機會在旺角 旅遊街 搬到旺角的廣華街 然後搬到李山 然後去哪裡 我都覺得是一個進步 阿Bob和太太阿Pearl 相識於新城電台的活動 阿Pearl當時是廣告公司職員 他們2007年結婚 而阿Bob也是城中有名的婚禮師兒 他們當時的婚禮是怎樣的呢 2007年結婚 真的很簡單 因為 當時又不是賺到什麼錢 我放了六圍或七圍 在一間 很漂亮的景點的酒家裡 放了幾圍酒 因為當時我剛剛做了電台 也是三幾年 又不是有很多收入 太太也是打工 大家儲了少許錢 去完成婚禮 所以也不是很大型 但我自己 為何這麼深感受 叫一些新人去說話 我自己說話的時候 在吃飯前 我說自己也幫自己做私人 在那裡有一副卡拉OK 今天就拿一枝卡拉OK咪出來 多謝大家 也要多謝各位朋友 說幾句 之後再說多謝我家人 我一直說的時候 我一直哭 去到那一刻 是自然流露的 自然真情流露 是會很感動 流了眼淚 為何呢 你會有很多回憶 想想 爸爸媽媽真的很疼你 爸爸媽媽真的 給了很多機會 令你成長 現在你長大了 媽媽 我會乖 我現在會做人爸爸 說回婚禮詩儀 我不是重視 背景漂亮不漂亮 或者成長片段剪成怎樣 你的婚紗照片 在哪裡拍 這些對我來說 我完全不重要 但我最重要的是 每次我開會的時候 我都會跟那對新人說 一個婚禮最重要的 就是你們的 speech 你們的支持 你很多事情都可以不想 不用管 當你支持 你一定要準備 即是那幾分鐘的稿 差不多回顧你過去大半 即20、30歲結婚 你那三十年內 有甚麼人你需要多謝 為何我這麼重視 是因為我看得到 每一次 只要我breathing 還是她 你說那些 你想想 你多謝次序 先說誰 然後誰放在最尾 媽媽 我很感謝你 我很感謝你 在這麼多年來 為何含身如虎 棉乾碎身 照大她 說一兩件例子 我記得有一次媽媽幫我 不知 令人有些回憶 有些畫面 最後一兩句話 我希望下一輩 都可以做你的兒子 嘩 要有一些事情 這句話很猛 我跟了幾個新郎哥 新娘子 我也有時候跟他們說 我說我聽過最感動的 我跟他們說完之後 他們會自己學會 如何去寫 speech 做得好 大家會很投入 你會覺得 Bob為你的婚禮 帶來了一些價值 為何要請你 就是想你 為婚禮 加點光彩 你就為婚禮 帶來一些價值 這個價值 令到你的價錢 會提升 由以前 你收人家幾千元 慢慢慢慢慢慢 再加上你自己的各樣東西 令到那個收入 可以更多 據文說你做婚禮 師儀收六位數字 我想是偶一為之的事情 可能是有機會要去外地 又或者去到很遠的地方 比如可能 我試過的 又是回到內地 可能做一些婚禮 師儀收到剛才你說的價錢 Bob自稱斜棟中年 粗略估計有十幾個身份 只是工作方面 在電視台是主持人 演員 在公司是決策者 領袖 他也同時做幾番生意 必須要有更多身份 我覺得現在 這個世界或者社會 令我想到 其實是一個警告 這兩三年都一個很大的警告 原來一個疫情 可以所有事情停 我自己也是 我停到 從來沒有試過 從來沒有試過 在演出上 例如出去拍攝 做視頻 做show 拍廣告拍攝 以前每個月都會有 但是可以三個月 可以半年 是零 零到是值得 零元的零 如果你不多些斜棟 幸好 因為我有多些斜棟 所以當你做主持 沒有特別收入的時候 我令我的身份 可以為我帶來 繼續有收入的渠道 才可以維持到你的生活 所以我才開 我那個population 今年年頭 做了一個小頻道 雖然不是很多人看 如果你說一些娛樂圈的事 或者每一集 你找個嘉賓上來和你聊天 說一些juicy的事 你有沒有試過 有否被娛樂圈的前輩串 他就暗命不說 一定會有很多人看 又會有報道 又會有什麼 包括你開一個population 說motivation 即是說一些激勵症能量 possitive thinking 這些東西 不會太多人看 但我都知道 一定不會太激勵 不會有很多觀看 未必有很多人訂閱 但我覺得 我需要做這件事 我覺得自己好像有少許的使命 有一個很誇張 我看完之後都眼濕濕 他說自己有多慘 然後我真的很可憐 他說 但是我本身打算 他會了結自己的生命 然後他說 看完我的影片之後 他覺得 世上還有希望 我應該對自己 再有更多信心 我應該懂得勇敢地走下去 嘩 看完之後便覺得 原來我這件事 雖然現在每次出片 未必有很多觀看 現在不是很多訂閱 更加無論說 我這個頻道 可以帶來很多的 YouTube分成收入 但初心已經做到 我跟我的團隊說 別介意每一次 可能只有一萬幾千人看 哪怕有一個 看完之後 就像這位朋友一樣 生命改變了 他的生活更好 或者人更開心 這樣便足夠了 在去年疫情期間 真的 那段時間 因為沒有主持的斜動收入 他就想 嗯 不是 你有很多身份 其中一個身份 你有很多很好的朋友 你有很多很好的家人 你有很多很好的關係 其實是需要時候 去令到那些東西去播種 可以有些事情發生 那時候我就 開始想 不如這樣吧 我們搞一個網店 這個網店 就賣一些 阿Bob覺得試過 吃過 用過好的東西 然後去變成自己的品牌 出產品 去年 本來找了一間公司去談 設計出賣了 所有的規劃都有了 突然之間一間公司 就是因為他們 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有了 這件事擠在那裡 我將這個信念 或者這個想法 跟我的朋友 家人說 然後 老婆跟我說 其實她有個同學 就是做這些事情 她懂得做這些事情 就是做一些飲食 食品 幫人出產品 然後再做一堂 去談 豬龍出擊 第一波 那段時間 剛剛就是中秋之前 來吧 不如搞個盆賽 我們去找一間餐廳 然後找一個很好的廚師 幫我們去做 找一個團隊去包裝 第一部分的盆賽 都賣得不錯 第一次小事牛到 初試提升 挺好的生意 第二部分 大家都很喜歡吃大雜蟹 不如我們試試做大雜蟹 所以你這麼有創意的人 去了J2那裡 就做了創意的總監 對的 由你看我好 我看你好 我沒有特別去數自己的收入 但我就是覺得 很應該很應該是 不只是單一收入 我要有蠻多數量 就是因為剛才你說的 我有很多斜棟 那些斜棟 就算我沒有主持做 沒有演員做 不要緊 我還有商業 商業也沒有 不要緊 阿博原來還有什麼技巧 那裡也有收入 這兩年就是 多了很多 兩三年 阿博 去過 教授 去做嘉賓分享 或者跟同事做 第一季度打氣大會 以前未必有那麼多 但現在又多了這些機會 在這方面 再去探索 探索 多一些自己的技巧 上網看看演講 如何做 看看別人的書 如何多一些感染力 這些都是自己學回來的 沒有人教的 你要自己去找一些資料 你投資自己的腦袋 我覺得是最好的投資 阿博是大亡人 幾年前心臟出事 要做通波仔手術 是不是跟他 肩負那麼多工作和職責 壓力和工作量太大所致呢 很多人都會擔心 為何要相信 通波仔會否有心臟 其實是小手術 但事件是危險 因為當時我是三條血管 有兩條是塞了九成 有一條是塞了 如果當時我離開 我還跟醫生說 因為當時拍攝甚麼 拍攝美女廚房 第二天我自己打電話 約了阿詹 過來做我的嘉賓 但我又拍不到 我還跟他說 不如再過兩天 我需要很多事去做 醫生說不能離開 你離開的話 你會死 可能隨時慣下 已經很危險 因為我痛得 牙膠、頸、背部 已經有點痛 我才去照 不是事前已經準備做甚麼 是當時才去照 才發現是危險 之後 他說不能離開 馬上進醫院 當時打給心臟科的醫生朋友 Jason 即是陳醫生 他立刻在大陸 好像飛車還是飛下來 幫我去通波仔 其實是小手術 不過是危險 之後我現在養生很多 說真的 肥膩食物可能又少吃一點 開始吃多些補充 即是以前吃麵 每天都要吃一個 真的 早上吃不到的話 下午也要吃 下午也吃不到 晚上也吃不到 臨分前也要拿東西吃 即是麵 但現在可能少一點 幾天 一次 我想這麼多年他們都習慣了 即是由他們出生 到現在可能有些 以前姐姐幾歲的時候 都是傻奸奸的 即是現在變成少女 她自己也有自己的朋友 即是星期日 有時候我們可能安排了 不如我們今天一起游泳 不行 我有朋友看電影 我有朋友出去吃飯 我有朋友生日 已經有她自己的朋友 我都在想 二姐姐多過幾年 就是這樣 三姐姐多過幾年 就是這樣 弟弟也會 因為是成長 六年前talk show 我還記得 開啟的時候 是三個姐姐 一個當時是七歲 四歲 一歲 一歲 一四七 我是這樣的 一四七十 因為每三年一個 所以我很容易記 我記到一個 我會記到其他 加三減三 一四七 當時是三個姐姐 拍了一段影片 就說 爸爸現在開啟了 大家快點看 現在你找不到 你拍這些東西 大過了 不肯出鏡 不肯出鏡 也會害羞 也會 現在還可以陪你瘋 弟弟 弟弟仍然覺得 爸爸是超級英雄 三個姐姐 已經覺得 以前你還可以騙他 爸爸最英俊 現在你騙不到 他知道這是一個謊言 志偉高田跟我說 他說 Bob 你不要瘦 瘦了的話 可能你未必有這麼多東西 我想他的意思是 每個人都有一個形象 有個前輩都跟我說 Bob 你在這一行中最吃得開 或者最吸引到的地方 第一 你的樣子有些 挺有親切感 你總會找到身邊有個朋友 或者你的朋友 家人 舅父 表白還是阿叔 樣子跟你差不多 沒有頭髮 沒有頭髮 大眼鏡 總會有一種 這種親和力 未必有 原來你在家裡 可能你有 另一件事最重要的 就是 你的樣子很容易被人認得 認得 記起你 我想志偉哥說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突然受到張家輝激戰 突然走到路線 可能未必是現在的你 現在你的形象是這樣 開心果 笑 開心 搞鬼 這些類型 一想起 要這些事的人 便想起你 他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他說 你不要瘦了 瘦了便不是你 他的意思是想我保持著 我現在的形象 與此同時 網民會幫你改名 會說 什麼頭髮 桂頭髮 那些 你一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是頂住嗎 一開始的時候 一定是 一定是 當時做電台的時候 我也很在意 當時我們有檢討室 我很在意 人們怎樣說我 以前我很介意 大家怎樣看 然後慢慢練成一身 很武功 說真的 真的百毒不侵 直到我看到 這個名字 如何發揮他的最大功效的時候 就是 當初我完結了我香港talk show 便要去澳門 去澳門的時候 美納幫我拍了一條宣傳片 就說宣傳你 Bob來到澳門開talk show 我拍一條宣傳片 在宣傳片中 創作這條片的對白的時候 我跟家聰說 我們要這樣 這樣 你直接說我是龜頭 這樣 蛤 玩得這麼大 對 去盡點 然後出來的影片 哇 瘋了 很好笑 很好反應 Top3 還是Top5 然後 很多人看到 自然大家對這個龜頭 Bob這個名字 更加深入民心 我也不介意 你想想 我也不介意 在影片中 是我叫他這樣說 我怎會介意你怎麼說 我現在在籌備一個節目 這個節目叫做 《360秒人生課堂》 是電視節目 我每一集請兩至三個嘉賓 上來講解他的人生課堂 例如這位是單親媽媽 這位單親媽媽曾經被老公虐待 他經常擔心做單親媽媽 所以不走出這個陰謀 最後我鼓起勇氣 抱著兒子離開家庭 這些故事跟老人很感動 就算不是跟老人 都可以在故事中學到一些東西 我跟志偉哥說 幾個月前 志偉哥說 做 馬上做 又有娛樂性 又有正面力量 又有社會責任 然後我就開始籌備 現在我想 講演講演期間 可能會先開始拍攝 然後另外 過了講演講演之後 就會全力去做這個節目 我覺得這個節目 是我人生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小小專領點 以前Bob做的節目 可能都是 嘻嘻嘻 搞笑 玩東西 嘻嘻 水呀 鋁呀 阿波 這些 這些當然會繼續做 但我想多多一面 去讓人看到 原來Bob 都有這些事情 所以這個節目 是很心靈上滿足的 我相信有很多人看完之後 我就會覺得 唉 好感動 好有啟發性 我應該要找到 我人生的目標 就是這樣 曾志偉教Bob做主持 要裝鞋並重 這個訪問 看到他搞笑 和認真的兩面 雖然問了他 不少關於 賺錢賺食的問題 但都聽到他說 人生最重要的 樂觀 正面 和推動力 還有愛惜 老婆子女的家庭價值 這就是真正的Bob 林盛斌 如果這期要找個人 陪我喝咖啡 我想我會找我太太 因為最近工作比較忙碌 少了陪她 知道她自己的工作很繁忙 但真的少了和她溝通 所以我想也要和她坐下 喝咖啡 吃個餅 聊聊天 喝咖啡 吃嗨 坐牙 喝咖啡 口 看